这些灰烈在天空中 正在灰烈地震 因为有架子的地震 IDF的地震 在Gaza 当地时间二号晚间十点多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进入加萨市 一时之间天空不断出现照明弹 事实上以军白天就开始包围 准备进攻加萨市 以军也公布在加萨地区地面战画面 由于已经包围哈马斯的大本营 针对外界呼吁停火 以军发言人出面回应 直言停火完全不纳入考量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也抨击国际呼吁停火 就是呼吁以色列向哈马斯 和恐怖主义投降 美国两栖突击舰巴丹号 被卫星影像拍摄到 已经在以色列南部海域旧战略定位 巴丹号上部署了第26陆战队远征支队 一直在中东海域执行任务 如今被拍到出现在鸿海海域 被外界视为美国对乙军包围加萨 可能造成的区域突发事件 做好了准备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则三度动身前往以色列 美国总统拜登才在前一天 首度呼吁暂时性停火 布林肯则表示 会要求以色列提出具体措施 让加萨平民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 美国三度斡旋 是否能让以色列暂时停火 备受关注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